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縱橫》 我是扶搖 我們今天有些大事要和大家詳細說一說 近日 王岐山的大管家被開除黨籍 有分析認為這是習王內鬥的產物 在馬雲接連被罰後 34家科技企業也被限期進行整改 此外 廣東的高速公路已經成為了印鈔機 有62萬人被罰 金額高達1.2億元 美國眾議員在發聲不能容忍北京壓迫政權 而推特凍結了中共駐悉尼領事館的帳號 國外網友是一片嘲諷 我們先來說說這個大事 中共官場地震不斷經常有高官落馬 老百姓們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但是日前還是有一名高官被開的事情 讓人們格外的注意 因為外界認為這不是普通的落馬 而是被看成了習近平和王岐山全鬥的產物 4月12日晚上 中共中紀委發布通報 對中央許事組原副組長董宏開除黨籍 並且進行立案審查和調查 通報說他腐化墮落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大搞權錢交易 還對中央不忠誠 不老實等等 這些罪名對落馬的官員來說 其實是並不新鮮的 只是這個董宏的背景非常不一般 董宏的仕途發季是在中央的顧問委員會 也叫中固委 1983年開始他曾經擔任了中共元老 中固委常務副主任薄一波的秘書 長達將近10年的時間 此外他還和當今中共的第8號人物王岐山關係密切 從2000年開始 董宏就跟隨王岐山從廣東國務院的體改辦 一直到海南北京 又跟著到了中紀委 並且還曾經陪著王岐山四處巡查 可以說是王岐山的心腹和大管家 去年12日中紀委官網突然宣布 董宏涉嫌嚴重的違紀委法被查處 外界紛紛推測這是習近平和王岐山之間的確出了問題 而日前 官方正式將他開除黨籍移送起訴 公布了他涉貪等等問題 又釋放出這些信息 那麼時評人月山就認為說 這透露出習近平是在責難王岐山 但是雙方暫時妥協了 月山在大紀元發表文章分析說 王岐山是在去年迅速捲入了權鬥中心 去年的上半年 王岐山是一度幾個月 都沒有公開的路面 同期 和他關係密切的任志強 又因為公開批評習近平而被判重刑 之後 董宏也落馬了 今年1月29日 和王岐山淵源深厚的海航集團宣布破產 被政府接管 這原本屬於王岐山家族的利益地盤 也被習近平接手了 這種種跡象都顯示說王岐山的處境相當微妙 但是在今年的中共兩會上 王岐山是大力捧習加入了表忠朝 什麼是表忠朝呢 就是表示忠心的大朝 他參加湖南代表團會議時 至少8次提到了習近平 包括提到說要以習近平思想為根本尋頓遵循 還說要和習近平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等等 岳山認為 如果說王岐山在兩會上這個表忠 至少是表面服軟的話 那麼董宏日前被正式的開列罪名 這就是習王妥協的結果 這個結果體現了王岐山和習近平的關係現狀 也就是說暫時維持穩定 而內情就是王岐山的確受到了習的責難 王岐山通過和董宏做切割 換取了被放過 而近期這類消息還不止董宏這一個 同一天出來的還有中共第13屆全國政協常委 上海市的前市長楊雄猝死的消息 4月12日中共《解放日報》網站發文說 楊雄因為醫治無效於12日凌晨在上海的華山醫院死亡 終年68歲 上海前東方網總裁徐世平引述了有人的消息說 11日晚上10點左右 楊雄突發了心臟病送醫結果不治 院方給出的結論是說新原性猝死 楊雄被指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長子江綿恆的新婦馬仔 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時 楊雄是他的部下 還有這麼一個傳聞 說有一個上海皆談相義人人皆知的事 楊雄此前是上海檯面上市長江綿恆是地下市長 而且這個檯面上的市長對於地下市長是言聽計從 中共官場暗潮洶湧 中國科技企業最近的日子也不好過 首當其衝的肯定是馬雲和阿里巴巴了 4月13日 阿里旗下的UC瀏覽器運營主體 是因為違法了廣告法和醫療廣告管理辦法 被罰209萬人民幣 12日 螞蟻集團第三次被約談 被要求分拆支付業務 被要求申請成立在官方監督下的金融控股公司 還必須把所有業務都納入其中 4月10日 阿里巴巴集團因為違反反壟斷法 被罰182.28億元人民幣 阿里集團被重罰 大陸其他科技公司也人心惶惶 路透社報導說 11日 從知情人那裡得到的消息 中共所謂的反壟斷行動不會只針對阿里 其國家市場的監督管理總局 正在增加人員和其他資源磨刀霍霍 他們已經瞄準一排企業巨頭了 果不其然 週二 也就是13日 中共市監總局 網信辦和稅務總局 在互聯網平臺企業行政指導會上下令 大陸的34家互聯網平臺 要在一個月之內全面自檢自查 逐項徹底整改 整改之後 要是再發現有這些平臺違法 將會從眾處罰 預揮的34家平臺都是哪些呢 有阿里巴巴 騰訊 京東 百度 愛奇藝 新朗微博 字節跳動 美團 拼多多等等 有網友就說 這能叫得上名的都被找了 反壟斷本身是為了規範市場的競爭秩序 保護消費者利益的 可是中共的所謂反壟斷真的如此嗎 外界可不這麼認為 美國之音引述了縱攬中國主編陳輝德的分析 說目前已經很清楚 在習近平掌權的極權中國 是不允許在權力中心之外 還有什麼財富中心 精神中心 娛樂中心和教育中心的 在共產中國 巨型的民營企業家 將會一個一個的逐步喪失存身之地 更不可能再出現什麼馬雲這樣的通天巨富了 對此 財經專家徐親黃還指出說 中共這麼做還有另一個原因 他說 共產黨缺錢了 就以《反壟斷法》為名目 來合法收割這些企業 與此同時 不少人也在討論一個問題 在中國 誰才是最大的壟斷集團 誰才是最大的壟斷者呢 有網友說 中石油 中石化 電信聯通 國工農商建行 哪個不是壟斷呢 也有人質問到 CCP是一黨獨裁 壟斷了電 水 石油 房子 等幾乎所有的領域 不知道該罰多少 最近還有這麼一件事 在被中共壟斷的高速公路 收過路費都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 他們就開始設陷阱罰款 這個就成為了一個新的生財之道 在廣東佛山的廣台高速43公里處 有這麼一個岔道口 Y字形的路口中間 被一條石線給分開了 車輛便道要是壓了這個石線就得罰款 那麼就因為這個岔道口 開出的違章罰單有多少呢 62萬張 更為驚人的是 總的罰款金額已經可能超過了 1億2000萬人民幣了 有網友用無人機拍攝了這段視頻 表示短短三分鐘就已經有27個人 在這個岔道口被拍照了 而這裡的監控探頭 也被網友細說是印鈔機器 有一名在廣州開貨車的司機 曾經是多次在這個路段被罰款 他對自由亞洲電台吐槽說 當局就是給你套一個圈套 讓你鑽 你便道過來 時線那麼短 續線都沒有 怎麼便道啊 另一名河北石家莊的司機 也是感嘆說 這種現象在中國是隨處可見的 到處都是 因為每一個職能部門 它不是為了其職能而服務 它是為了利益最大化 那麼交通部門是為了罰款最大化 對此時評人田雲就指出 當這樣的中共指責民企壟斷的時候 中國人不妨反思一下 如何把中共這個最大的壟斷集團 淘汰出局 對內是氣壓百姓 中共對外更是以戰狼的姿態 到處是尋釁滋事 在國際社會上已經快成為過街老鼠 被許多國家圍堵了 週二 日本和德國政府 是通過視頻會議的方式 舉行了外長及國防部長的2加2會談 兩國政府對中共壓迫香港和新疆維吾爾人 共同表達了嚴重的關切 日本也提到了中共2月實施海警法 並對中共在東海和南海的動向 都表示嚴重的擔憂 此外 兩國還確認說為了實現自由 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進行合作 對於德國有意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派遣巡防艦到印太地區的計劃 日本表示很歡迎 德國這樣做為的正式遏制中共 在這個地區的擴張政策 與此同時 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佩里 日前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 她指出中共持續壓迫鄰國包括臺灣 她呼籲拜登政府採取堅定明確的行動 而不是使用戰略耐心的政策 她說 允許一個壓迫政權獨裁和犯罪組織 為所欲為 永遠沒有任何好處 你可能以為你會爭取到一些時間 希望鱷魚最後才吃掉你 但如果你繼續餵它 鱷魚還是鱷魚 遲早會吃掉你的 你早點意識到這一點 然後採取行動 對你之後才更有利 除了多國政府和政界人士 外國民眾對中共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 13日 中共駐悉尼領事館發表聲明說 推特公司12日在未告知具體原因的情況下 突然凍結了他們的官方推特賬號 在聯繫了推特公司之後 要求對方做出澄清並且儘快解凍之後 他們這個賬號在13日解凍了 但是推特公司沒有說明凍結的具體原因 聲明最後還說 賬號已經恢復使用了 期待繼續得到大家的關注和支持 聽得出來 這條聲明是有意興師問罪的 他們可能還想讓大家都來評評理 看看推特都做了什麼無理的事情 結果 國外這些網友留言是讓領館失望了 雖然推特對於凍結帳號沒有說明原因 不過 西方網友紛紛站出來給出了答案 有人諷刺說 可能因為你自己騷擾 還慫恿別人騷擾許秀忠 許秀忠又是誰呢 許秀忠是一名25歲的澳籍華裔女生 去年是因為參與撰寫新疆維吾爾人 被強迫勞動的報告 前段時間是被中共狠批狠鬥了一番 也有人說 可能是因為你給一個散佈廣言 又執行種族滅絕的政權做了喉舌 還有人直接貼出了中共反人類的圖片 上面寫著 根據《華盛頓郵報》 中共通過射殺 飢餓和迫害 殺害至少8000萬人 圖片中還包含了中共在西藏 新疆 內蒙 和香港行兇的畫面 這麼看來 中共駐悉尼領事館 不但沒判來大家的支持 反而是被西方網友們接了一把牢底 不知道他們現在心情如何 好了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 感謝收看《時事縱橫》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是否現在開始的